在示威者所称的831太子战警报事件后 仅靠旺角警署的港铁太子战B1出口 很快变成了全港市民和示威者悼念的祭奠点 大批人前来献花烧香烧纸 加之7月21日元朗有黑社会背景的白衣人 无差别攻击市民和示威者 但警察迟迟不到现场 因此721不见人831打死人 便成为示威者只骂他们所称的黑警的一个新的口号 尽管警方多次否认有人在太子战曾被打死 但市民不信继续祭拜 因此太子战也成为警方的一个眼中钉 在10月31日太子战事件三个月祭奠 所引发的警民冲突后 警方拆毁了这个祭奠点 所以从831的第二天开始 就在这个位置就开始 自发的有人来献花 到今天没停止过 他每天清就每天买 每天拜祭 高峰期的时候这里全部都是 连上面全部都是一个 从五年前的战中运动起 妮可就拍摄大量第一线抗议和示威的视频 发到社媒上 有几万的粉丝 到了反送中运动 她还是坚持上传拍摄的前线冲突视频 以前发的是微信 我的微信呢 它可以一天 我只要一上去就疯 一上去就疯 已经不能存在了 我就6月开始 我就退出了微信了 然后我就在 Facebook在推特 在这些里面 我在现场 我就把最现场 我不说话 你们自己看 发生的事 那警察抓住那小孩了 还要往头上打 我有在旁边说 我很生气 我说你可以抓他 他犯法 你可以抓他 你可以告他 你可以让他坐牢 他已经说了 我用我十年的时间 因为我才十几岁 再十年我才二十几岁 我用十年时间 我来换香港的民主 你为什么抓了他 你打网他 他打 我只骂他 他没有说话 我最重要的是 我能把我的信息 最现场 最真实的 传播出去 而作为 就住在望角警署 对面的太子街坊 他有时不用下楼 就可以看到 街口发生的冲突 对 我这上面 我就已经可以看一下 我住八楼 我在上面 就可以看一下 打催泪弹 这里就发生什么事 那些警察霸占这里 怎么呼呼呵呵 来骂我们 楼上的小孩子 全部都给种了催泪弹 小孩子半夜三点 他们还在这里 开那个警笛 那个车 在这里咬名了 而且我们不能说 我们所以就要他枪往上面指 这是人 你的国民 你不是一直说香港 你香港不是中国的吗 我是中国的 你又对我友好一点 你不能就是打我 对不对 你不能就是 强压高压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不跟你讲道理 你跟我讲道理 我就给你拳头 我就枪指着你 我就给你吹了弹 给你上脚子弹 不对的 政治问题 政治解决 你要特首出来处理 你可介绍说 在旺角和太子 每到大规模抗争时刻 这里就像一个战场 现在就是风雨飘摇 像个战场一样的 这个旺角 这个是叫旺角道 和梨登道旺角道 这个地方很重要 示威者每次到这里 就把这里的路障 全部这里围一圈 那里围一圈 这四个路口 他都围 就是四个路口的车 不给你过来 然后他们几十架车 浩浩荡荡荡的 从那边聚集好 警察游了会开过来 到这里他就要下车 还有一次 就是他的 偷偷摸摸的 把警察在这个天桥上面 那些示威者 就是他退来以后 那些就又出来 把路障放回来 他就会冲下来 抓他们了 那我们街坊 都有一个哨子 一看到那个 上面有我们就吹 一声长长的 就是紧急 他们听到我们的哨子 马上就跑了 如果吹三声 就是从远处来 预防了 预防了 提防了 这样 就是街坊跟他们 收好去告诉他们 你们千万不要给抓了 千万不能再给他们抓了 那些男孩子 很斯文 很善良 很厚道的 看到很心痛的 尼克表示 让他感动的是 太子和望角的街坊 是一边倒的 支持示威者 为他们买水买吃的 他亲自看到他们 从这里把麦当劳 买来这里 给这些示威者吃 然后我不知道 哪里来的 好多水啊 都给他们吃 那你想想 你警察有哪个买给你啊 为什么他们一边倒 全是去支持示威者 那你就是 你警察有问题 你政府有问题了 然后 然后你警察 全部 锅盖流水啊 去到那里 人家就在那里叫骂 去哪里都叫骂 老的小的 零四岁小孩子 看到那警察 就他妈妈 偷出他的手 他会说 他敢 十多年前 从内地 嫁到香港来的 尼克表示 他大量时间 花在抗争前线 往往顾不上家 不过家人都支持他 家庭没什么影响 家里很支持的 家里人都觉得 有道理嘛 你讲了有道理了 我是最简单的 打个比方 我说道路卖一个房子 是七十年的 我是开发商 跟你订合同七十年 你住两年 我就说 好了 房子我不给你了 我要拿回来了 你不肯 好 我有黑社会 我有刀 我有枪 我指着你的头 你的东西扔出去 我说就是这样 我说我拿刀砍死他 我说香港就是这样 你说五十年不变 他二十二年 他就变了 我说这小孩子 是不是要打死 跟他打 就是是 他们就 以前从来不理的 现在也 六月也开始 也去游行了 家里人 老的小的 我们婆婆 全部都去了 全家出动去游行了 尼克说 多数香港人 生活压力很大 白天要上班打工 晚上和周末 就出来 合理非抗争 工作就工作 我们的有心思维 都是周末 所以周末的时候 我们有参加 都有参加 晚上 因为香港 他都是这样的 因为香港人 要养家 要供楼 他不能罢工的原因 就在这里 香港人 他的很多人 他就是 不能停 他停下来 他供的楼 怎么办 他养孩子呢 他不行 所以他白天上班 晚上还是出来抗争 所以为什么出来 这么多年轻人呢 他们没有 后部自由 没结婚 没家庭 没功劳 他们就拼命地 在第一线去拼 有孩子的这些 他们就全部在后面 做后援 做合理非 他们都有做 尼克表示 以前战中运动时候 亲中的蓝丝街坊 有的在反修理示威中 都变成了黄丝 可见政府的行为 不得人心 我认识的人 以前就是蓝丝 已经都变黄丝了 就是反对派 以前在这里 占中 占领的时候 那些反对派 那些阿爸 把我手机 打在地下的那天 他来这里 我看到他 我说 哎 蓝丝来了 大家小心 然后那些清场 他跟着那个警察 后面骂 哈警 哈警 我说阿爸 你骂哈警啊 他说 哎呀 哈警破坏了 我说你 你共产党好不好 当然不好啦 我说那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 哈哈哈 后来就天天就来这里了 对呀 然后游行什么都 很晚都不走的 就是叫蓝丝变黄丝了 尼可还透露 他认识了几个人 向他证实 被抓进警署后 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殴打 所以他为什么抓进去 我们有一个街坊 在那里给抓了 那天我 他在那里 拿那个雷蟹臂在照 这个是真的有这回事 我刚坐在这里 我还看手机 我还说他 我说你照的有什么意思呢 我说你 他就 刚还没说完 五六个冲过来就抓他 抓他那个时候 他就跑到后面 那个报纸当那里 那我那天也在那里拦住了 冷静啊 阿水冷静啊 没打啊 没打啊 没打 好多记者在那里 我就是这样拦住 不要打 不要打啊 我们现在看到他好好的 没打的啊 没伤 后来进去十几个人打他 他四十八小时出来 跟我们说 十几个人打他 打伤了 有一个月这样都出不来 现在他还一样出来 他也是住在太子的街坊 雨晒那时候我也看到他 那你想想现在进去就打 那个老板娘卖鱼蛋的 那天有一个人 撕这个玲珑墙的两张纸嘛 那个都说了嘛 然后他就叫你为什么撕啊 就追到那里 不知道是谁打了那个人 那个时候我也在这边 我也不知道 我就听到有人追过去 这老板娘抓进去了 五个人来打他的脸 五个警察 他回来说 五个人打他 他不像打男孩子那样 在身上重要部位 踢他的内伤 他说打我的脸 对于网上流传的 有人控诉在警署内遭强奸 在外界多有指责的新屋领拘留中心 遭受殴打的说法 你可说他相信 尽管警方否认 而且也已经停用新屋领 但多数市民都不相信警方 你可说很简单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在11月4日晚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11月6日 主管港澳事务的韩正 接见特首林郑月娥 强调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是止暴治乱 恢复秩序后 外界预期北京和港府 将全力突杀港人的抗争 而不会政治问题政治解决 我想他们会下重手 来对付香港的示威者 但是香港的示威者 不会屈服的 因为有一个叫南朝 南朝团队 一个大学生组织的一个 叫南朝团队 就是我抱着一起死 那意思 他在 这大法语那里 开了一个集会 都说过了 除非你把这个小岛的人 全部杀光 血流成了一个都不剩 否则 我们绝不会屈服 绝不会下跪 所以刚才我说的 政府不让步 示威者都不让步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麻烦 非常残酷的一件事 尼克表示 如果政府执意剥夺 基本法赋予港人的民主权力 那港人也不会屈服 他预计 未来会有一场混战 如果香港的这些 那么合理的这些 要民主自由的这些诉求 或者是基本法 中英联合声明里面 赋予香港人的权利 你一个政府 一个政权 你都不能给的话 你一定要去 用你的强压的方式的话 香港人也不屈服的话 那我估计香港 可能也会有混战 尼克表示 他认识的同事和街坊 绝大多数都游行过 港人不是要什么港独 不过是要守住自由 和争取基本法 给予港人的民主权利 现在叫全民抗共 全民抗暴 我们在守护 我们香港的50年不变 我们没有搞港独 我们没有说分裂国家 我们的五大素小 一个字都没有 我们就是在捍卫我们的 很难得 很可贵的这个民主和自由 我们在做的就是这个事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 预港 香港报道 今天不去找大街 放这边 没动 不用抹